最近河南郑州沈庄村的村民们啊 也是无比郁闷 本来期待了五年多的安置房 总算是交房了 可是他们装修房屋的时候 却发现自家这新房啊 简直就是个极品豆腐渣工程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啊 这房子的质量已经差到了 让人无法想象了 你看这是一个防盗门 我说是防盗门 大家可能都不信 防盗门里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纸板做成的 然后表面刷上了红色的油漆 用手都能把这门戳穿 摆碎 墙体填充的是泡沫 屋顶是漏水的 墙皮脱落 你看看这个屋顶 这上厕所都打着伞 要不然楼上一直在漏水 人在房子里一跳 这房屋都会晃等等等等 问题太多了 您看看这就是所谓的防盗门 房主单手一用劲 就能撕掉一大块 这根本就是用硬直板做的防盗门 再来看看这墙壁 这位老兄在墙角抠开一块 好嘛 都是泡沫 就连水泥地面也不能让人省心 用力一蹭 尘土飞扬 可想而知水泥含量极少 你说这样的房子谁敢住啊 刚才这段视频展示的还只是房屋 诸多问题当中极少的一部分 村民宋先生就说了 由于房顶漏水 真的家人上厕所都得打伞 不仅如此 这客厅的天花板呢 还出现了很大的裂缝 那么发现房子质量有问题 很多村民都不愿意收房啊 可是村干部硬是说服大家 签字同意 先收房再验房 甚至威胁说了 不愿意收房的 就停发租房费用 而记者试图采访房屋的开发商 也总是被各种理由挡回来了 如此明显的豆腐渣工程 干部为什么还要强制群众收房 房子建设过程当中难道毫无监管吗 对于这个豆腐渣安置房 我们来看看人民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题目叫做 只做门的安置房 如何让百姓安心呢 文章质疑 这样的房子能够被建成 并且被强行交付到村民手中 本身就说明 至少在建设过程中 相关部门根本没有发挥监管作用 要改变这种豆腐渣式的工程 就需要政府部门动真格 让官员问责 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杀手锏 只有真给力 安置房才能让百姓真正安居乐业 9号砂